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外形好看 在收银处遇到这群人就被搭讪 他们并没有搭理 之后 他在洗手间又遇到这群人 看他们像喝多了 拿着啤酒过来挑衅 让我们陪他喝酒 其弟习张女士称 他们当时一直围在我身边 我嫂子没搭理他们 直接把我拉走了 徐先生万万没了道 之后这群人竟冲进他们的包厢 堵在门口指着他妻子破口大骂 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 等到警方赶来时 几名打人者已经逃离 经救援人员检查 徐先生和张女士都受了伤 而他的妻子当场已经没了意识 送医后不治身亡 报道指出 事发时张女士曾向KTV的工作人员求助 但工作人员说这事情他们管理不了 但已帮忙报了警 徐先生认为KTV一方面应该上前制止或者劝阻 但是他们一家三口被对方殴打的时间有意 二十分钟期间竟无人前来劝阻 我认为KTV对此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徐先生难过的说 妻子今年34岁 平时在上海上班 事发当晚他请家人去KTV唱歌许旧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目前这家KTV已经停业 五名嫌疑人已被警方刑拘 合肥一家KTV内发生群怒事件 一女子被打身亡 合肥警方7日押解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取材自微博 合肥一家KTV内发生群怒事件 一女子被打身亡 合肥警方7日押解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取材自微博 中文字幕が好了 根本人继续 中文字幕左上司 中文字幕不回应 挑战 中文字幕不回应